今天主要看你跟你以前的矮子了 我问你我帅不帅 师傅 好家伙 要不叫师傅都认不出来你了 我差点喊师傅 坐兄弟 我先问一句话 就是什么过山车 一些电动的东西 某些巨动甩动 你怕不怕 我们这都做过 你没有什么心理阴影吧 没有 什么血压什么都没问题吧 没问题 非常健康 好 你别动 你别出了那个块 因为它这东西咚下来之后 你出了块 从这砸就有点切下去了 切也不值得 好 一 二 二 好 别搅和 就给孩子 怕孩子紧张啊 尽量松孩子啊 降下来吧 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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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舌头 闭眼 闭眼 哇 呦 我的天哪 哇 这一季好高级啊 哈哈 哈哈 哇 导演 咱是今年招商不错是吗 有钱了 看来今天广告很好 哎 哎 刚才梦和堂坐哪儿呢 没了 哎 哈哈 哈哈 你现在开始不要说话 听见了没 听到了没 这句得答应我 哎 这句得答应我啊 炳哥带出来的都是队长 玩团队战 选队长 还有谁 听说第二季要团战 那必须得努力拿下这个团长 组个最强战队 我的目标就是不想被淘汰 我想拼尽全力地成为一个军军 因为师哥们都太强壮了 谋略都太多了 只能等待幸运之神降临到我头上 今天的期待在节目里 奢望有更多的镜头 都是我像一级 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这次我要做军事 爱谁谁 第一季的黑马上着轮延回来了 想让自己沉淀下来 这太丢人 好成绩不敢奢望 只要不做板凳吧 我觉得都行 如果真的为了玩起来 我觉得可以不顾搭档情侶 我觉得做实行地 大家来这放松心情一块玩就好了 我的目标是活下来 不管以什么形式活下来 都是成功 好不容易出了一回 还会翻遍覆地的 来点那平常当不了队长的人当队长 推翻他们云子的赫子的统治 你来了孩子 您不过来这吃早点吗 对啊 大姓昨天没听您的 你们吃了哈 吃了一点点 还能再吃下去 挑一个笼子进去 是房间不是笼子 行 我就这儿了 行 我就这儿了 哎呦 贺 副总来了 这不叫阁里都有人呢 有的有的有 你跟云鹏私交如何 越来越好 越好那越怎么变 你给他挑一合适的房间吧 来吧 哥哥 咱们这儿吧 你别让他跟小饼挨着就成了 好家伙 咱俩把房交碎了 师傅 师傅在 周九良 师傅 师傅 找一个房间吧 好吗 我来你您正后边了 我在您后边 要来一位 不是 这怎么还给锁上了 师傅 大爱 这 骂意思 我们在录那个德云社的团宗 我们也 不是 一个活 好像是一个活 不能 不能 我们是德云斗校社 我们是那个古离多赞助的德云斗校社 对 还记得 这不都是白事 找一个房间吧 好吗 我来这个吧 我跟你说 就是这14个人 你看这个 这坐在里面之后 这状态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门口卖气球 你快走吧 满门干不干 冰棒冰棒冰棒 好 天也不早了 人也不少了 鸡也不叫了 狗也不咬了 紧打家伙 当不了唱 烧热的锅台 当不了炕 岳云鹏 咱们是不是要干点正事了 开始工作了 到了我们今年团宗的时候了 余老师 太好了 我们今年只有八个首发阵容 最终 谁能够进入首发 是由队长决定的 但是到底谁能当队长 还得靠你们大家 你来争识吧 这一季 我们只玩团战 十四人 八人首发 六人坐冷板凳 谁首发 由第一期选出来的两位队长决定 四对四团战 竟演败阵的队伍 末尾进入冷板凳 三局两胜 输两场 直接原地解散 重组 最后胜利的队伍 将成为刚蹦男孩 我们现在待的地方 云鹏说是哪里 天津 所以呢 今天这顿早饭呢 咱们就要尝一尝这个天津的大饼 多空博弈游戏规则 饼随机发放 结束时 拿饼人数少于七人 则拿饼最多的三人获胜 反之 拿饼最少的三人获胜 为拿饼的人不计成计 拿饼归拿饼 咱说好了 谁也不许浪费 谁也不许遭进粮食 你师傅长毛的丸子 都让岳哥吃了 对 所以他头发好 行了 咱们干点正事吧 我给他们切一下吧 省得 省得他们瞎撕 你给他们切成饼丝 你会让我先拿吗 走你 我看我怎么打到饼 然后我就走了 要提醒你们啊 只有拿饼的啊 才能保证你能拿队长啊 当然这里边也看拿多拿少了啊 你要说彻底不拿 你是肯定当不了队长的 这要是不拿转过去 到别人那儿 你就算失败了 嗯 没拿着 这一定要做到油饼啊 没病 你怎么参忍着游戏啊 你怎么参应这游戏啊 怎么兵 你怎么参应这游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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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哪吵不着啊 没用的 看起来 来 这个 球 我 给你